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雷玩家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去東京遇到的超正活動 話說早上在酒店看電視 看看發現當日原來東京有祭典 還要是在代代木公園 那麼近,當然馬上去看看 幸好有去到,氣氛真是超級正 雖然當時是冬天來的,但那個位置是很暖粒粒 因為有很多人和很多食物 其實它是一個為期三日的冬天祭典 有超過60間的店舖參與 裡面的食物價錢也很合理 不是遊客的價錢來的 所以真是幸好有去到 應該說幸好有看到日本的電視台 好,那馬上給大家看看有什麼食物 最後我還會分享一下我最終選了什麼買來吃 電視介紹的就是吃一些鍋物和喝酒 在現場看有真的很多鍋物的選擇 還看到每個人都拿著一杯酒在這裡喝 那除了鍋物和酒 在現場看到也有很多不同的食物選擇 這裡有牛串 燒粟米 烤薯仔 雞蛋糕 好像拿了很多獎 這裡有啤酒 還有甜品Pancake 有小籠包 壽司 有燒番薯 還有番薯條 這邊就是有燒牛扒 燒蠔 另外這裡就讓大家站在裡面吃東西 就沒那麼大風 這一邊就有燒魷魚 還有燒牛村 炭火燒魚 啤酒 這個也是燒牛村 好像很多人一樣 蘋果汁 燒雞翼 也是番薯條 這邊就有燒蠔 Burger 蟹甲羅蕭 開始是荒蜜區了 看到Postar都覺得好像很好味 這個就是燒雞 炭火燒雞 和果子 伊勢蝦 而這個就是電視介紹的鍋物 等一下一定要試一下 是安康魚缸鍋 另外也有很多不同的鍋物選擇 這個也是鍋物 日本一 好像很厲害 這個就是海鮮鍋 有不同的麵底可以選擇 旁邊就是味噌味的雞串 這邊也是鍋物排隊 廣島燒 哇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這邊就是吞拿魚丹 我來的時候就看到很長龍在買 應該很新鮮 最後我選了什麼買來吃呢 首先當然是電視介紹的安康魚缸鍋 它的份量也很多 鍋子很大 味道很好味 也有蘿蔔去塑汁 蘿蔔真的超棒 可以喝完整碗湯 另外就試了它的牛串 700日圓的 看起來多好吃 吃起來就有點韌 一般的 所以馬上喝一杯蘋果汁 它是整個蘋果就這樣擠下去 超級鮮甜 完全沒有添加 好吃 另外又試了它的烤蠔 很大隻 出煙在冬天吃真的超級正 直靠直摩殼 好鮮甜很多 好想吃多次 接著我們就試了個龍蝦湯 它可以選整隻龍蝦頭放在上面的 但是我們就沒有加到 因為吃得比較狠 但是湯的味道就一般 最後又吃了這個甜品 又是即煎即食的 熱辣辣 很適合冬天吃 整塊帶牛油 真的很肥 除了牛油還有糖 這個配搭 不可能不好吃 又做得挺漂亮的 好吃 另外吃飽了 還可以在這裡投票 哪個窩蜜最好吃 好 今次我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喜歡這次的影片 就給我一個Like 告訴我 也希望大家記得 Subscribe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我 我會分享更多旅遊資訊 還有我見到有趣的東西 給大家看 下條片再見 拜拜